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说是我借给亲友驾驶 那车辆不是我开的 可是我为什么要收到这个处分 那依行政法法第24条的规定 还有道交条例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除了罚还外 如果说有其他没入或其他处分的话 是一并采除之 车辆所强调违规地点要是相距6公里以上 时间间隔6分钟以上 或行经一个路口以上 可以连续举发 不只要缴交聚而罚还 扣牌时间也会累计 呼吁用路人遵守道路速限 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不到 2024教育世界博览会 即日起在台北以及宜兰两地进行 这项国际盛会首次在华语圈举办 总共吸引来自15国的教育改革者 和实验教育师生来参与 希望借由分享交流 有助于实验教育的发展 还有多元族群的共融 来自乌克兰 纽西兰 宇尼泊尔等15国 超过600位教育家 家长师生齐聚一堂 参加IDEC教育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 这也是首次在华语圈举行盛会 由于今年时逢台湾教改30周年 也是实验教育三法立法10周年 因此IDEC在台湾举办 可说相当具有意义 台湾的民主教育不是今天开始 而是在二三十年前 但是它是少数人 它是经过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慢慢的有非常多的声音 让政府看见 然后让各种公共的实验教育 跟另类教育可以承行 1993年一群来自民主学校的教师 怀着共同理念而展开的会议 提倡教育不能停留在专制 主张打破学校教育的繁离 如今认同理念的人越来越多 来自千里达与台湾混血的实验教育 高二生恩利认为 自由多元的学习环境 有助于自己天赋的发展与融合社会 我是上一般的学校的话 我可能压力会非常大 然后我也是担心我可能跟不上 但是在展步 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想要学什么 那我也可以用 对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 让我可以更能成长 为期九天的教育世界博览会 在台湾甄宴馆及宜兰淡江大学两地举行 邀请教育改革者共同探讨 如何让教育影响下一代 以及另类教育的发展历程 并展望未来 希望借着讨论交流 有助于实验教育的发展 及多元族群共融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 金庸笔下的历史人物 让许多武侠民印象深刻 研究武侠文化三十多年的教授 林宝纯贡献所学 邀请学者表演团体和导演 举办台湾首次的武侠百年文化展 除了兵器大观 武术表演 还有李天璐大师所改编的 射雕英雄传巨马 也独家首演 郭靖黄荣这对射雕英雄传里的神仙眷侣 在金庸笔下扣人心弦 附带系国宝李天璐也曾改编剧本 因为时代限制遭敬演 而孙贝承袭一婉然掌中剧团 特别考究主妇手稿 让大师级的射雕巨马 重现四人眼前 布袋系演绎经典剧作 不少演员也怀抱武侠梦 像是艺人王燦和兵佳琪 都曾参与古装剧 对于可以扮侠式侠女充满期待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梦想当过侠女 但我十七八岁就开始学武功了 是 就像刚刚我们的朱克隆朱导演 其实她是我小时候的武功老师 江湖小爱逍遥 透过装扮体验侠客精神 还能用歌声传达江湖潇洒 这场集结武林高手的百年盛会 不只动态展演 还有各式兵器和文物展 吸引武侠迷到场 研究武侠文化三十多年的林宝纯教授 奉献毕生所学 举办武侠百年文化展 满足观众视觉饗宴 因为身体的不方便 所以我对于这一个武侠小说里面的 这一个侠客 笑傲江湖 行游潇洒 行侠仗义的 这样一种宫度和情怀 一直都是非常向往的 这也使得我 从很小的时候就投入到武侠小说的想象世界里面 台湾首度举办武侠百年文化展 除了兵器大观 武术表演等精彩内容 特别邀请武侠相关的作家学者 影视明星导演共同参与论坛 让民众对武侠文化有深刻理解 感受行侠仗义的武林世界 记者邱声明台北报道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结合世界肝炎日 号召全台30家医疗院所 动员150位肝胆肠胃专科医师 和近1500位的护理人员 为5771人进行复补超音波 结果发现有高达8成2的民众肝脏异常 更有高度的肝癌的风险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医师 一手拿着超音波探头扫描 一手操作着机器 看着荧幕上的黑白线条仔细说明 而躺在检查床上的 是40年前初借超音波遗器 给许医师诊断肝癌的江春松董事长 两人的善缘延续至今 没有他的话 台湾的超音波的诊断的使用 不会有这么的狂暴发展 还有一部分的脸它直接从肝癌化 直接从慢性肝癌变成肝癌 所以这个是转变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养成习惯 每个人都要互部超音波做一次 那么有病性肝癌一定要半年做一次 超过 好了我们今年2024年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今年第30周年 再次结合世界肝癌日 号召全台30家医疗院所动员150位肝胆肠胃专科医师 近1500位的护理人员与志工群 早上8点30分开始 三个小时内为5771人进行腹部超音波筛检 充分来照顾边乡地区的比较弱势的一些民众 让他们跟台湾本岛一样 有一个平等的医疗资源 其中很重要的脂肪肝 如果能够不断的减少 那也是我们对未来的肝病 一个很重要的提前的一个指标 这次活动检查有异常者高达4730人 其中有158位的受检者高度怀疑有肝癌 以及性质不明的肝肿瘤 也有高达3074人有脂肪肝等等 而筛检出现异状的民众 医疗院所也会协助转达追踪 希望借由活动早期发现肝癌 并且有效治疗 凯米台风变强并且持续靠近台湾 由于夏日经常受到风灾的侵袭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每当台风好雨来袭 政府宣布停班的时候 还是会有超过八成的劳工要照常上班 包括大众传媒 批发贸易 餐饮住宿和医护等等行业 台风逼近 民众纷纷专注起新闻报道 期待小确幸台风价的来临 人资专家指出 其实一般所称的台风 好雨价等等 都并不是针对一般民众 也因此当灾害来袭 有超过八成的劳工 还是会风雨无阻倒班 而其中更有高达二成一的劳工 更曾经因工受伤 劳工朋友自行评估 如果这个上班出勤的话 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确实可以行使所谓的退避权 而选择在这种风雨天不出勤 不过相对上来讲 雇主因为这个劳工朋友行使 退避权不出勤的话 其实不发给公司的话 也不算违法 调查也发现 若政府宣布停搬 有超过88%的企业 会选择停搬因应 且53%会照给全新 另外针对台风好雨灾房价 有高达96%的劳工 以及64%的企业 表态赞成 需要这个劳工朋友 在这种台风天出勤的话 其实雇主的部分 还是建议要加发工资 或给予补价 会是比较合理一些的 那至于在这个另一方面呢 如果行使这个退避权 不出勤劳工 虽然在资放部分 可以不给薪资 但是呢 是不能够寄他这种 所谓的这个矿值 对上班族来说 超过8成6的民众希望 地方政府宣布放台风假时间 在前一天晚上10点之前 为了超前部署 调查也显示 其实有6成的企业 每年会有定期的防灾演练 跟防灾编组 就是不想因为天灾 造成公司损失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 生活看板单元 带来看看 最近哪些活动 还有异文展演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